但是你们每次有吃的都不叫我 我不去了 什么时候没有叫你 你们有好吃的都没叫我 是没叫 是那个 没叫你吗 没有时候没有叫你 没有每次都没叫我 只是我自己去凤小赶上了 那你凤小赶上了还要人叫 我有好几次我没赶上 你们也没叫我 你怎么知道不叫你呢 因为我去的时候闻到你们房间的味了 你就拉倒吧 你比菜上桌的还快 没有 你比菜上桌的还快 我都闻到你们房间味了 你们都吃完了 那味出来了又不代表我们开吃了 你们已经吃完了 不是你们开吃了 吃完了你说 好多次好多次 你说 你看我带了好吃的回来 我都带去你们房间吃 希望你们每次有好吃的都不叫我 你几个例子证明吗 这样子吃螃蟹 吃螃蟹那又不是我们的螃蟹 那谁管你们 你们也没叫我 那我们人家螃蟹我叫 我们叫你 算你怎么回事嘛 那我的螃蟹我肯定叫你啊 就算没有肉吃也至少给你两只腿嘛 对吧 你闭 你闭 路线会 那我这不是没有螃蟹吗 买不起螃蟹呀 闭 我人肉背回来的海鲜和葡萄 你们快待会儿去给你们 你们自己拿吧 我拿不过去了 压死了 你带海鲜回来啊 对 太葡萄 海鲜还能过夜吗 不能啊 所以今天吃掉啊 今天吃啊 对啊 你吃不了了 我能吃哦 那你说什么 但是今天吃了 岂不是又要熬夜了 我都不知道 我背了些什么东西回来 海鲜今天被压垮了 压着 你们都哭了 你可觉得是眼泪 现在流的泪水 这都是我今天 你怎么让 你自己提回来的 对 你从青岛提回来的 是啊 那你走机上岂不是很low啊 你说 你看看 我今天为什么骂他们 心里有没有数啊 你们有没有数啊 走机场 零大包小包 你们要懂 我真的要哭了 人家背着 人家背喵喵 背LV 穿潮带 我背带海鲜 我背鱼 我背鱼 我跟你看 背这东西过来 我跟你说 我真的无语了 怎么想的 当然了 我想感谢他了 毕竟我们又不用走机场 但还有的事 我不会讲话了 我要骂粉丝了 走了走了 我们到了 再见 再奉 诶 我 famous